丁银行前进中国大陆设立村镇银行 目前已经敲定要购买自由的行社 只要两岸福贸协议生效拿到筹建许可 就可以立即买进 丁银行也预估将会一口气设立三家村镇银行 两岸金融交流闲热潮 设立村镇银行成为公股金融圈的热门选项 原因就是比起参股城市银行要花上大笔银带 村镇银行的基本额最低只要300万人民币就能设立 也让包括第一银台气银和库甚至张银都积极抢进 基金的部分大概我们到第四波就是厦门这部分 我们会让它设起来然后让它效益显现以后 再来看因为河南村镇银行经常会是存我们12家 要工对岸设立村镇银行第一银看准大陆的租金 每年以两到三成速度增加 决定自行买进航社 一方面可以节省租金成本 另一方面更能赚进土地增值利润 目前已经敲定两家 一切就等两岸服贸协议生肖 打算一口气开出三家 有机会的 明天今年也可以设分行 我们在那边已经有办事处的 国营抢着进入大陆市场设立G点 购置航社也成为深耕对岸金融市场的另一中心 终于预计已不超过3400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1.7亿元在东莞自购航社 作为未来分行的营业场所 最快渴望在上半年开业 Fernshower关于台北报